劣陶劣陶劣陶 所以,然後你不要又滑鼠 應該是更棒 我覺得我主要是只有一個保護 有時候你的,你這個太多 然後你再跑去電話 那SAP 但我後來覺得 SAP要不要跑來看個人這樣 所以如果你和我這個 我變成沙漠 存錢買的 就變成沙漠 所以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對 我來試試看 我來試試看 其實沒什麼 就是沒什麼吧 可能就講 四腳都挺原定的 你搞接到是有互動的關係 哪一個 你要不理的 對啊 你怕三手傷 你怕三手傷 塞長 Toby太噁心了 然後想說待會兒要一直拿著 大家就看到那個皮就一直掉 超強的 好久不見 我不知道啊 兩隻手塞的程度差很多 兩隻手都有 因為我是拿登山帳 因為我是拿登山帳 然後你穿長袖 對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右手塞的不可能 有一種 他可以 收紙從這邊這樣 嗯 有有我知道 我看我旁邊這個就是有袋 然後我 好羨慕喔 學習了 好羨慕喔 我們剛才在猜 你是不是在畫得起 就是日和什麼 不是不是 哈囉哈囉哈囉 對啊過得太爽了 我們 我們和大家 等一下 再稍等 幾秒後 就要開始下一個議程囉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12點是我們今天早上 最後一個議程 然後我們題目是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ty and how to initiate it 然後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就是我們的泰祥來回來跟我們分享 他的 他在社群的相關的經驗 然後我們就直接請泰祥趕快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吧 好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OK 太好了 這樣應該還算清楚吧 對 因為想說請後面開著燈這樣子 要互動大家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稍微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個標題非常的隱晦 不清楚 根本就不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今天有這麼多人在現場 我其實還蠻好奇的 我就想要了解一下 例如說 那位後排的先生 我現在 對 就是你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這麼不知所云的標題 你怎麼會想說要來聽 不知道你介不介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麼會想到要來 今天在現場聽這個分享 OKOK 基本上就是基於好奇的心情這樣 謝謝 我稍微先 在開始前 我稍微簡單一下介紹我自己 我叫泰祥 然後 我自己 參與各種 開源的專案開發已經 已經有很多很多年了 10年以上 然後 我通常 興趣是做一些scientific computing 或是一些戶外活動 那在技術方面以外呢 我其實同時也 參與了很 大概是5、6年左右的時間 是有參與PiCon台灣的籌備 那 在這個籌備過程中呢 我擔任過不同的角色 那有從 從 從 例如說我跟 小David 一起 一起建立了 從無道友建立了 籌備團隊裡面的Data Team 就是專門 協助籌備團隊裡面 去收集各種資料 然後 來協助行銷 去做更 更 在決策上更 更有依據的 更有數字 導向的決策 然後 還有跟一些社群夥伴 例如說 像是 萊拉 以及 Rex 我們一起 一起籌備到 有建立了招募的團隊 那替 PiCon台灣籌備團隊 來不斷的注入心血 然後 我自己在 2019年的時候 也擔任過 PiCon台灣的 總召 那一年呢 跟 由 Rober 帶領的 贊助團隊 一起刷了一個 PiCon台灣的 算是歷史 新高紀錄 就是當年的 贊助金額 是 歷年來的 兩倍 這樣子 然後 當然其中 就必須強調一下 這字有點小 那基本上來說 這個 有一部分 就必須感謝 Python軟體基金會 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 當年大力的贊助 我們辦 這個地區性的 PiCon 這樣 然後 因為當年的贊助 跟售票情況 其實蠻好的 然後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說 我們 算是 也是做了一個創舉 就是當年 我們有提供 每年其實我們都有提供 財務補助的一個慣例 但當年的 舉例來說 當年的 因為當年財源的狀況 比較好一點 所以當年 我們在財務補助上面 大概支出 就是差不多台幣 二十幾萬 左右 然後來協助 各種 基於各種理由 很想參與 Python Python Conference交流 但是 基於各種理由 不方便來參與的 小夥伴們 例如說他可能 交通很遠 或者是說 他的 經濟狀況 比較不適合 因為大家都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那個 我在台灣 參與一個 開圓的 各種研討會 常常聽到 一種說法 就是 Python的票 都比其他的 conference貴一些 那 其實 有一件事情 就是像 財務補助這件事情 如果說 你真的很想參加 Python 但是 你又 有一些財務上的 一些考量的話 其實如果你都 因為我們基於 Everybody contributes 的一個原則 如果說 你覺得其實你是真想為 社群 盡一份行李 但是你有些財務上的考量 其實你都可以考慮 Python的 那個財務補助計畫 這樣 然後 也因為 我們的 當年的裁員 比較充足的情況下 我們辦了 除了一般 一般的 talk的交流 或者是一起寫 code的 Spring 這類的東西 我們還辦了很多 各式各樣 以 講者 或是以會眾 為主角 來創造 各種 來創造各種 交流機會 例如說像 這是當年的Py9 我們 邀請了 所有的會眾 在Conference 當天 有三天的Conference 中間的某一天 議程結束之後 大家還可以留下來 繼續的交流 喝酒 聽音樂 像這樣的 然後甚至呢 當年 我們還包了一條船 然後 在Conference 結束之後呢 邀請了所有的講者 在 淡水河上面 就是 喝酒 開Party 聊Python 看台北的天際線 這樣 然後像這樣 然後 剩這兩年之後呢 我們 這整個 PyCon 台灣的籌備團隊 甚至誕生了自己的 Podcast節目 叫做 Pycast 可能有些人知道 我這邊稍微好奇 做個 民調一下 大家有聽過 Pycast的可以 舉個手 讓我知道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對 那 像這樣子 跟我們各式各樣 這種多樣性很高的 多樣性還算蠻高的 這種社群自發性的 事情 到底是 怎麼樣發生呢 這其實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那在 我 我進到更細節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 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 我多年 就是我參與 PyCon台灣籌備多年來 我發現 除了 整個 匯眾群體 還有 整個Python社群 是一個很大的社群以外呢 慢慢慢慢的我注意到 籌備團隊本身 其實 也自己形成了一個社群 然後 在我 嗯 分享說 這樣的社群怎麼樣 自發性的 自發性的 誕生 像是這樣子 很 很超出計畫性 想法以外的 這些票 這些 很有活力的事情 的細節 下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 嗯 這張 這六張圖片呢 其實就是 顯微鏡下面的雪花的一個照片 雪花 就是六角的雪花 大看之下呢 這個六角的雪花 每個都 還算蠻像的 都是一個六角形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看呢 他們的形狀 就會稍微不太一樣 這種現象呢 這種現象呢 雪花本身 它 雪花本身形成了一個概念 它是 首先它會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凝結核 然後 它慢慢慢慢慢慢的長大 但是長大出來的這個幾何形狀呢 則是每一個小的水分子 自己本身 不會 不會 不會具備的 然後他們最後長出來的pattern 每個人 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跟特性 然後這個pattern的特性呢 是 這個水分子自己本身不會有的 每個水分子 它自己不會知道 它正在形成這個漂亮的形狀 然後像這個概念呢 在 自然科學裡面 有一個特別的名詞 就叫做 emergence 就是說 所謂emergence 就是說 小的個體 他們 自發性的 沒有意識的 只按照自己的本性 不斷的去 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但是最後就會從一個大的尺度 大的系統 本身會誕生出一個小的系統 本身沒有的一個特質 例如說 水分子 它絕對不知道 它 它是在畫這個圖 水分子只知道 旁邊 跟另外一個旁邊的水分子 凝結 凝固而已 那我自己 參與 派抗台灣籌備多年下來 我發現其實 人類的社會裡面 也有這種 emergence的現象 例如說 大家最常見的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 例如說 股市這件事情 股市的話 大家都在 大家常在想 就是自己的利益 我怎麼樣 買高賣低 但是 整個大盤的波動 它其實就是一個 emergence的現象 大盤的特質 是每一個 投資人自己 本身不具備的 然後再籌備 所以 不好意思 我們還有20分鐘 才會下課 所以請大家 再耐心一下 然後 emergence本身 在籌備整個 一個社群 它其實有具備 emergence的現象 然後在籌備一個 組織一個社群的時候 我自己有一個心得 就是它其實很像 是 在 花園裡面 種花跟做園藝 而比較不像是 那個建築工程師 在 蓋一個大樓 這個差異在哪裡呢 差異在 一個建築師 他其實他會知道 你的大樓蓋出來 會是什麼樣子 每一個 眉眉角角 物差都不會超過兩公分 如果你蓋一個大樓 你的物差 差再多的話 你大樓會倒塌 但如果你是一個 做園藝的人呢 你在種花種草的時候 你最多最多 大概就只能知道 你的花園 這邊會有什麼花 那邊會有什麼樹 可是你大概很難去控制 每一朵花 它的每一個細節 會長什麼樣子 你只能去種下種子 然後 然後祈禱它 這個中間 不是祈禱啦 然後不斷的給它 照顧 提供適當的環境 然後讓它慢慢的 有機的 這個過程 它自己 它自己生長 然後最後長出一個 喔 你大概知道它會是什麼顏色 但是你 永遠沒有辦法精確的 知道它的 顏色的色嗎 是什麼 你只能知道它大概 有的一個樣子 然後像這樣子的一個 原意 原意的心態呢 然後像這樣一個 原意的心態呢 加上 要怎麼樣 來觸發一個社群 Emergence的這個現象 我自己是覺得就是用這樣 原意的心態 然後配上一個三 三個 算是三個步驟吧 然後第一個 第一條原則呢 我覺得最重 最最最重的原則 可能就是 不要 過度操勞 burn out 讓自己burn out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 似乎很 很難被 被覺察 那個 Juna Baggan 他在 The Art of Community裡面 一書就有提到說 burn out這件事情 在 志工 就是 例如說籌備 Costcard其實也算 或是剛才 稍早 分享Cloud Native 就是這些 開源的志工 他們在籌備 這個 研討會啦 或是各種開源的活動過程中 其實每個志工 和burn out的現象 是非常非常被 難以察覺的 直到他 有一天 不行了 我為什麼要這麼努力 不幹了不幹 然後就消失了 對 這個 其實像burn out的現象 在整個社群 籌備中 是非常普遍 常見 但是總是很難被發現 然後 什麼事情 會造成burn out呢 那我自己摸索多年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就是 當 這些志工們 他們在籌備 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小心 不小心的 把 慢慢的 把自己的動機 慢慢把測量自己 做出事情的結果 衡量的方式 從內在 變成外在 例如說 The Passion Paradise 這本書裡面 就有提到說 說 外部的動機呢 如果你用外部 的動機去衡量你 做一件事情成功 或是不成功的情況下呢 你其實 在這個過程中 是最最最辛苦的一個人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有個小孩子 他非常喜歡畫畫 要怎麼樣 毀掉一個很喜歡畫畫 又有天分喜歡畫畫 而且還畫得不錯的小孩呢 其實就是給他錢 就是說 他原本是自己畫圖畫得很開心嘛 東畫西畫 然後什麼 他也不計較酬勞 但有一天你跟他就說 爸爸給你 一百塊 你再多畫十張 他慢慢慢慢變成 為了這個錢去畫圖的時候 他就慢慢慢慢會忘記 自己當初畫圖快樂的過程 還有動機 那我自己 在參與這個籌備過程 我看到很多 志工 有時候也包括我自己啦 就有時候 例如說 我們會 太在意 例如說 這個活動 是不是沒人來參加 我們會希望說 是不是希望人更多一點 去年找了兩百個人 今年會希望找三百個人 明年會希望找四百個人 然後慢慢這個三百人 四百人 就是有一點是 算是外部的動機 慢慢慢慢有時候 我自己會不小心忘記 好像只 忘記 我找這些人 找這些人來 是為了 是為了我 可能跟大家交流很開心 是為了一起寫庫 慢慢慢慢自己變成 只追求人數去成長 然後 不斷想各種策略 來 找更多的匯眾等等 那這個過程其實就會 會比較 會比較覺得 比較無趣一些些這樣 然後 如何避免奔鬧 還有第三招呢 就是 就是那個 Pyledis 曾經 在PyCon Africa 分享過 其實非常單純 就是找來更多的organizers 這其實 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的簡單 但是實際上其實有一些困難 例如說大家 很多志工他們 常常 最常見的一種做法 有一種社群 社群的做法就是他們是 通常是一個拉一個 但是這個 做法有一些好處 就是說 因為透過networking的方式 進來的人通常 quality會好一些 但是也有一些壞處 壞處就是 比較沒有辦法的 系統性的維持住 一個社群 一個社群的能力的水平跟能量 所以新陳代謝有時候 是相對不穩定一些些的 所以這也是我在最一開始 我在最一開始提到說 我跟 籌備團隊裡面的夥伴 例如說像Lila 跟Rex 建立招募團隊的原因 就是我們把整個 我們 把整個招募 有沒有到整個 可能七八成左右 招募的需要的能量 由一個團隊來負責 由他們來把關 做第一層的篩選 誰誰 就是篩選 去哪裡找志工 然後找來志工 怎麼樣引導他 他們讓他進入 比較容易進入這個團隊 然後 好 第二步呢 就是 如何 再如何 那個 再如何 建立 整個社群 emergence現象的 第二步呢 就是 當 我們保護好自己的身心狀況 不會 burn out 的前提下 然後 建立 找來更 找來足夠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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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處呢 就是 很多人 一開始彼此 人足夠多有個好處 就是 有很多很多 week connection的機會 那 week connection 跟 strong connection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 week connection 本身是 新的idea 誕生的 契機 strong connection 則是 我們當對某個議題 想要更深化的了解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 focus在 strong connection 打個比方來說呢 以Pycom 台灣的籌備團隊 在招募組的努力下 其實我們 以 我稍微算了一下 就是今年 Pycom台灣 因為是 承辦 Pycom APEC 2022 所以我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 大概 數字 稍微有浮動 但是 差不多是在 核心 志工以外 包括有一些 比較算是 打零工的 這些 有時候 就是只能 每週可能 committment 大概一到兩個小時左右 志工也算進去的話 大概有140個人 然後 整個核心團隊 大概是20個人左右 然後140 這個數字呢 基本上 就已經 足以成為一個 中小型的社群了 所以 籌備團隊本身 可以想成是一個 大的 Python的社群下面 一個 比較小的 有自己文化的 一個社群 去看待它 嗯 這140個人 是從 那個staff directory上面 我稍微算了一下 那如果說 去算我們 平常使用discord的平台的話 大概有200多人 然後 大概有234人 而且其中233人 還算是active 所以 其實歷年下來 我們用discord這件事情 大概持續了兩三年左右 所以其實 以籌備團隊 本身 這個是一個社群的角度去看的 大概就是一個 200人上下左右的社群 然後 200人 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夠大的數字到 足以 足以 有足夠多的 Week Connection 來 產生一些 化學變化 然後第三步呢 就是 當我們有足夠多的 Week Connection的時候呢 其實 我們就可以考慮 把它們的分組 分組是一個很好用的 催化劑 分組是什麼意思呢 打比方來說 這是 這是一個社群 然後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人 有藍色的點 然後有紅色的點 跟橘色的點 藍色的點呢 都是 每一個藍色的點 就表示 這些 每一個點都表示 是一個個人 藍色的點就表示 這些 藍色的點之間 他們是有共同的興趣 或是共同利益的人們 那橘色的點點 跟紅色的點點 也都是 所謂分組的意思就是說 我作為一個社群的 凝結和社群的核心人物 我可能會考慮 沒關係 沒關係 上課了 上課了 大家打起精神來 所謂分組呢 就是說 首先呢 我先去鑑別 每一個人的興趣 可能是什麼 例如說 有人特別喜歡跟人互動 有些人特別不喜歡跟人互動 然後有些人特別喜歡 碰一些 技術類的東西 有人特別喜歡怎麼樣 就先把他們分組 然後 分群之後 還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我們要確保這個 每一個subgroup之間 他們溝通是良好的 那這個概念 其實在整個 派抗台灣的籌備團隊裡面 也是不斷的被強調 就是每一次 有新的志工夥伴加入我們 透過 不管他是別人外面找來的 或是透過我們招募組 找進來的志工新夥伴 我們一定會跟他強調說 在我們籌備團隊 這個社群內部裡面 我們是非常非常歡迎 你可以 如果你時間 允許的話 你是可以 跨組幫忙的 甚至是 你是被鼓勵跨組幫忙 例如說 例如說我今天幫忙贊助組 如果我時間允許的話 我也可以去幫忙議程組 或者是幫忙議程的事情 幫忙贊助的事情 甚至幫忙招募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 彼此之間是 你是被鼓勵跨組幫忙的 那這樣一個好處就是 一個人跨組幫忙的時候 他其實同時就可以知道 不同業務之間 本質 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那在跨組溝通上 會是一個 很有幫助的事情 所以呢 我這邊簡單摘要一下 就是 一個社群呢 他 一個社群 他本身 會有 Emergence的現象 而且 一個社群本身 他的生長 跟 演化的過程 是有機的 所以 因為他是 有機的情況下呢 我們在 培養一個社群的時候 不需要去 太在意他的 妹妹尬尬說 我今天 我是社群的核心籌備人物的情況下 我希望 社群往那個方向長 但他可能不會往那個方向長 因為他是有機的嘛 這也不用太在意 所以 比較可以 就像 綜化一樣 你是可以比較 放心的 或是 不要這麼在意 他該 他該 一板一眼的 該長什麼樣子 所以他如果是什麼樣子 那就接受他 用一個 綜化的心態 去看待這整件事情 比較放鬆 那 在這樣的 Message下面呢 如果我們想要 讓一個社群 茁壯起來 那 如果我是身為 這個社群的核心人物的情況下呢 就第一步 有三個 有三個步驟協助你做到這件事情 第一步呢 就是確保 你自己不會burn out 你在 確保自己不會burn out的情況下呢 去找來 足夠多的人 足夠多的人 這樣的話 就可以有機會 創造更多的 reconnection 然後 如果你確定 你已經找來 足夠多的人的情況下呢 那 適當的 把他們分組 那分組本身是對 是 一個很好的 催化劑來 引發 這個 emergence的現象 這樣 好 ok 然後 這邊 最後是附上一些 因為前面講的是一些很 方法論的東西 那實際上如果說 我今天 剛剛 參與這個開源社群的活動 我會想要知道更多 或是我從什麼方向參與呢 我這邊列了一些 可能的方向 例如說 你可以考慮去報名 地區性 python conference的籌備團隊 例如說 你可以上 例如說 以台灣而言的話 你就可以上 pycon台灣的官方網頁 裡面應該就會有 志工報名表 不過這時候去報名的話 應該就是 要等明年的籌備了 那我們 我剛剛有看到 那個 今年的招募組的 小夥伴 好像也在現場 那 不好意思 方便舉個手嗎 所以如果對於報名 有興趣的話可以找 那位來啦 去聊一聊 就是說 pycon的 pycon籌備團隊 大概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 招募組 可以怎麼協助你 成為新的志工夥伴 應該說明年的志工夥伴 因為今年的舉辦時間 是9月2號 3號 時間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對了 然後 購票的話是 到 7月底 8月1號之前 所以也差不多 快要 那個 截止售票了 大家對 Pycon 台灣 應該說 Pycon APEC 2022 有興趣的話 不管是你當匯眾有興趣 或是志工有興趣 可能時間 要把握一下 要已經進入倒數了 然後呢 還有一些可以考慮的 如果你是對 Python這個語言有興趣 你想要 involve更大 除了Pycon 台灣這個地區性的 Pycon 籌備社群以外 你甚至可以考慮去 去瀏覽 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的網站 甚至 去 註冊自己 變成他們的 Basic Membership 成為這個基礎會員 有一些好處 例如說 對社群 應該說 對社群本身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 整個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 可以掌握 全球到底有多少人 他們是有足夠的 興趣跟動機 讓自己成為註冊的會員 他們就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Python做為一個 非常非常流行的 程式語言 世界上現在 有很多人在用Python 這件事情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 有多少人 自認是Python社群的 一部分呢 他們就透過這個 這個 Basic Membership 他們的註冊其實是免費的 他們就透過這個方式 有點算是 去過濾大家 對自我認同的 一個動機 強烈與否 所以大家可以上這個網站 去參考看看 然後 如果你 覺得Basic Membership 還不是很過癮的話呢 你覺得你對 整個Python社群 可以有更多貢獻 或是已經有更多貢獻的情況下 你甚至還可以去申請成為 Managing 或是Supporting Member PSF的Supporting Member 例如說 你如果曾經 曾經 協助籌備過 地區性的Python 那基本上 你就是 你已經是 具備 Managing Membership的資格 你只要去申請就可以了 Supporting的話 則是透過捐款的方式 然後 其實我還有更多 更多這幾年 協助 籌備 地區性Python的一些心得 那其實我很想把它寫成一本書 只是還非常非常的草稿 所以大家如果 有興趣看這個草稿的話 可以去下面這個連結 先偷看一下這個 裡面大概長什麼樣子 然後 這個是30分鐘嗎 剩4分鐘 剩4分鐘 OK 好 那 那 那我今天分享就先到這邊 我先留時間到Q&A好了 如果 如果Q&A 還有時間我再 Demo一些簡單的東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先Slide 先Slide好了 OK 好 第一個問題 社群中遇到個人的非常主觀 強烈人如何處理喔 我覺得這次問題對我有點困難 因為我通常是那個 非常主觀跟 強烈人 要怎麼處理喔 我覺得最 好 我試著回答看看 我好像不是最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我第一個想到的 想到的念頭呢 就是 通常我們在 我們都會有一個宗旨 宗旨是一個 沒事的時候看起來超級不重要 但是真的有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好用的東西 其實不管 意見再怎麼主觀或強烈 其實最容易回到 我覺得一個很好用的方法就是 你這個意見 帶來 或是行動提案等等等 帶來的結果 是不是符合我們 最一開始 彼此之間就講好的宗旨 如果是的話 這個事情就很好處理 如果不是的話 也還是很好處理 基本上跟宗旨有衝突的意見 都 都都都都 都滿明顯啦 所以 這怎麼處理其實 預防比治療還要更重要 最一開始最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把群體的value跟宗旨 給定下來 如果這件事情沒有做好 就相當於房子的地基沒有搭好 你事後想要再怎麼把房子救回來 都很困難 好 我希望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 分組會創造emergence的機會 OK 因為如果 分組的話 其實就是把每一個 把每一個 例如說 藍色點點那個群體 它自己在意的事情 給 給增幅 一旦增幅到某個程度之後 那個群體它有足夠的能量 另外一個群體也有足夠的能量 這樣子 要產生化學 變化的 就兩邊能量都很強的情況下 才有機會 踏出火花 所以我覺得分組是 也不是 我跟Jirno都覺得 分組是 更有機會創造emergence 不然一個人的話 每個人每天的心力時間 能量都有限 可是一個群體 在意同一件事情的一個群體 跟在意另外一件事情的一個群體 兩個 比較會有機會 經驗上 會比較有 有機會 有足夠能量 產生火花 第三個問題 如何協助 團隊成員的能力提升 OK 這件事情 我馬上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 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 因為 作為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志工 都是有點 兼差的情況下 在做這些事情 如果 帶自己 其實就已經會花費很多心力了 還要更遑論帶人 所以 因為這件事情很困難的情況下 所以 我還是覺得 預防勝於治療 這也是其實招募組 本身 存在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開始 我們就會 過濾掉 self-motivated personality 不夠強 或是 不夠好的人 這件事情其實有一點點殘酷 對 所以 基本上我們找來的人 都會期待他 他自己已經有能力 跟給自己的commitment 來提升自己 對 這是我第一個想到的 那第二個呢 如果是夠佛的話 就是你夠佛 或者是 你基於某個理由 你願意去帶別人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最好的方式是 師徒制 因為 能力提升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很像是 末會之事 其實你全部寫下來 還是有很多妹妹嬌嬌 沒辦法 透過 用說的來學習 所以我覺得師徒制 應該是比較好的做法 然後第四個 社群團隊如何創造 向心力呢 我覺得其實不用做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把大家的 share interest 中文要怎麼說啊 共有的 興趣或是利益 的人找出來 把他們分組 他們自己因為有 共同的想法 利益 興趣 他們自己就會有 自己的相信力了 不太需要額外 去幫他們創造 額外的相信力 如果你額外的去 設計 我覺得我們在設計活動的時候 可以創造平台 讓分組更容易出現 但是不是創造一個 活動或是事件 來讓大家增加某個東西 這些東西他們要自己增加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 替別人注入 我喜歡什麼東西的感覺 如果要替別人 創造向心力的話 就是有一種 向心力這種 本質上很內在 它是屬於inner的 barimeter的東西 你硬是把它變成一個 外在衡量的方式 通常會失敗 我覺得 所以其實 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只要好好的分組 好好的創造環境 讓 找出 這個環境可以找出 那些有共同的興趣 跟利益的人 讓他們自己 而且有辦法讓他們自己聚在一起 這樣就夠了 不需要替他們創造相信力 這樣 還有別的問題嗎 OK 所以我也沒時間 OK 好啦 OK 那現場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的手 欸 喔 手怎麼了 因為我前幾天去爬山 七八天 然後因為這幾天 台灣天氣太好了 所以就是嚴重的曬傷 然後我想說 因為要拿雷射筆 這樣的皮灰一直掉 然後有點噁心 就把它 就把它纏起來了 好 我本來是要demo 那個PSF的網站的操作 但是其實大家上去 繞一繞都可以 可以看一下上面 關於PSF的宗旨 還有基本會員的說明 等等等等 這樣 那今天謝謝大家的時間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今天早上的參與 那我們今天 就會進 九段中途的休息時間 好我們下午這邊的活動時間 是從1點30開始 好然後呢 那大家如果對開語言相關有興趣的 也可以到我們五樓 512的教室 那邊有一個開語言的桌 有個開心在那邊體驗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下午見 拜拜 拜拜 什麼東西 可以講到什麼生物學的東西 我覺得我講超爛欸 沒有我覺得那個很好欸 就雪花那個 我覺得概念很好 但是我覺得我講超爛 我覺得我應該要中文講一遍了 我剛剛一直覺得嘴巴超卡 不會超爛 其實大家可能會有點迷茫 真的不好意思 讓大家在那邊忍耐 好謝謝 我為我盡力把大大的意見融進去 但是我偷懶沒有好好用中文講過一次 你當初你在那邊答問題 你當初你在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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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麼時候要回去 這一次啊 還沒訂 還沒訂 還沒訂什麼時候要回去 有 9月27號 我介紹一下 這是立錦 立錦 明明明認識 他指明來不認識 這次就跟 黑拉 之前是說 我 有朋友 快要電話回去 快要電話回去 好 你要回來吃東西 我等一下下來好 那肉我幫他拿上去啊 拿上去 對啊 反正我們知道運氣了 我當然想看 對 我來問小鵝 還是 因為我第一進度超過 但是因為我第一進度超過 所以搞的 所以搞的 我先去選擇 所以都開出現在是最多的 那他都還在進度超過 等一下 可以給你看我了 等一下 他不是沒投稿嗎 好 但是 但是我想把他變成 彈典修的主題 好 這樣這就會決定我 我的主題 到底要不要做 對 好 這裡面 如果我結這一段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有什麼問題是 我不該換在賽上 最上面的 代表我不會 不會放 應該是最上面的 就是從東北 南波的東北 沒關係啊 然後花蓮 就是搞的頭髮 還不定 好 就沒關係 反正我目前就打算結得到 沒關係齁 其實大部分還是沒有 但是 今天 二十年間就打算 好 二十年間就打算 真的 但是現在就是 每兩三天 可以出現 某個點會出現 某個點 會出現 但是 可以 我原本有講 講定一個 我還覺得 再換一個 這個比較 比較 那我不要 你講出國經驗嗎 你不講出國經驗嗎 他還不講出國經驗嗎 還有另外一個 算是講出國經驗 但其實 最後這個還可以 還沒其他 因為我認證 保證已經是 對 他REX也要去講 我以為 他是BOF吧 你覺得那個 我們要吃飯 我都要投資 我都要投資 我都要加一支 我想要加一支 應該是下午BOF 他要加一支 你又不算 他沒聯想 有啦 你就說你要 住資本 你要跟朋友吃飯 你們要先來吃 我不知道 要走到外面 可是外面東西很少 對 你要走半天 摩斯應該有爆 摩斯有 大家也會 會 可以就可以密定 海課裡面有一家 會 欸 诶 这次又晚上有考虑要爬 我应该转一转就好了 我马上就留给你 我觉得我可以吃 哦 不用留给我 因为一定要吃好了 你像很豪华是不是 你说酒精英雕啊 我印象中看到做法上都做得很辣 豪宅之类的 我说 你以为说三种地方 这应该只是丢我这样说吧 你做过啦 对啊 三种地方 就是因为我家的原生大道理 然后就因为我家的 哦 哦 那我们来我家进去看 哦 就是说他家是一道业务 那我们要去看 对啊 好啊 先看业务 先吃烤鸭 你自己家人 我上完整 然后再出去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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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做坏坏的事情 有啊 有啊 所以我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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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